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菜烟油市的庭院蒸菜频道 蔬菜上的冰虫害是令菜鱼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菜园里的冰虫害可能来自种子、羊苗和肥料 很多黑虫的虫卵和幼虫都躲在土壤里,那里看不到 因此,蒸菜的人最好定期给土壤消毒 以杀死土壤里的黑虫和病菌 古今中外,土壤里消毒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石坏 如果你到商店一看,会发现好多不同的石坏 那给土壤消毒应该买什么石坏?怎么用?用多少? 这些正是本视频适度回答的问题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会全面的了解石坏给土壤消毒的原理 从而减少土壤里的病种害,让菜地里的蔬菜长得更好 我们生活中看到的、用到的石坏,这一处都来自石坏岩 石坏岩的主要成分是TensorGate 石坏岩是一种在全世界分布很广的城坏岩 中国湖南的石坏,美国的大龙洞国家公园 其地上地下都是石坏岩 这是美国地图 地图上浅蓝色地区的基岩是石坏岩 也就是说,你这荷原一产之下去,挖得深一些 湿不定就能挖到石坏岩 那石坏岩是怎么变成不同形态的石坏的呢? 石坏岩加热端烧之后就变成生石坏 生石坏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钙 我们小时候贝克的明朝于谦的诗,石坏岩 这是诗的前两句 千词万诈,出圣山,烈后焚烧,落顶弦 讲的就是将石坏岩锻造成生石坏的过程 生石坏收草和在架水之后变成熟石坏 熟石坏的主要成分是青氧化钙 青氧化钙是一种强碱,对皮肤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熟石坏暴露在空气中 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之后变成Tensor钙 Tensor钙是石坏岩的主要成分 朋友们看到了 不同的石坏实际上是不同形态的钙 是可以互相转变的 也就是说有轮回 我们不知道人的生命有没有轮回 但石坏的生命肯定是有轮回的 我们了解了不同的石坏之后 再来看看市场上能买到什么石坏 以及哪种石坏的消毒效果最好 第一,生石坏 消毒效果最好的是生石坏 生石坏在土壤里遇到水 变成青氧化钙即熟石坏 青氧化钙是强碱 腐蚀性超强 所以能撒死土壤里的细菌、针菌、病毒 及黑肿的幼虫和卵 在生石坏变成熟石坏的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热量 没有被撒死的黑层也马上被化学反应产生的热量烫死 生石坏消毒效果最好就是凭着腐蚀性强热量这两个武器 那么在车底里生石坏的用量以兜烧为一 中国国内生石坏的太坚用量是每亩100公斤 最多不超过200公斤 每亩100公斤相当于每平方米150克 每亩200公斤相当于每平方米300克 车鱼们可按照这个用量 在自家的车底里用生石坏消毒 当然在车底里用石坏不是化学分析 没必要净确的磕 八九玻璃石就差不多了 生石坏是粉机 所以最好在无风的时候 戴上乳胶手套和口罩 将生石坏撒到地里 再混入土里 至少混入20厘米深 土那里的黑症至于接触到生石坏 才会被撒死 所以将生石坏翻到土里这一步不能少 否则会大大降低起杀虫杀虫效果 我记得在国内生石坏很容易买到 在美国 我在实体DNL网上都仔细找过 但一直没找到原意用的生石坏 用着四级的生石坏有卖 但太贵了 因此不建议车鱼们购买 如果一车鱼知道 哪里能买到原意用的生石坏 请在鲤鱼盐区告知 第二 熟石坏 熟石坏也可以用于涂浪消毒 但效果不如生石坏 这是因为熟石坏不像生石坏那样 欲水生热 熟石坏的热武器已经上市 只剩下腐蚀性这一个武器了 熟石坏的英文是Hydrated Lime 或者Slaked Lime 朋友们去商店购买时 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单词 美国商店里有很多叫Lime的东西 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买到不是熟石坏的Lime 在美国我发现有两种包装的熟石坏 第一种是小包装的 这个样子通常是五邦 或者十邦一袋 我用小包装的熟石坏 做撒针菌用的波尔多叶 也用在菜地里消毒土壤 熟石坏的用量可以比生日坏多一点 每亩200公斤 即每平方米300克 熟石坏撒到涂面之后 也需要及时翻到涂里 第二种熟石坏是大包装的 通常叫做Type S Lime 一般是四五十邦一袋 大包装的熟石坏便宜 一大包就几美元到十几美元 这种大包装熟石坏的成分 虽然也是氢氧化盖 但是用来气酸而修马炉的 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可以用在菜地里 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去买一大包 在自己菜地里食言一下 然后再来向朋友们汇报结果 如果有的菜友已经用过这种大包装的熟石坏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 或者你的教训 第三种石坏也是美国商店最常见 肥料厂家最希望你买的石坏 这种石坏有很多不同的英文名字 其中包括agricultural lime agricultural limestone egg lime, long lime, or garden lime 这种石坏不管什么包装 基本上就是石坏盐的颗粒和粉末 主要成分是tensor gate 这种石坏的消毒效果 至今零 如果你的目的是土壤消毒 那我建议你不买这种石坏 用了也没消毒效果 不过石坏盐很温和 很温柔 菜地里都用一点 不至于危害蔬菜的生长 石坏盐颗粒在土壤上的作用下 还能慢慢的释放盖离子和其他离子 特别是鎂 为蔬菜和其他植物提供养分 最后总结一下本视频的要点 土壤消毒效果最好的 是生石坏 quick lime 但在美国不容易买到 原意用的生石坏 熟石坏 hydrated lime 也可以用于土壤消毒 但效果不如生石坏 石坏盐粉末和石坏盐颗粒 garden lime的消毒效果 就近零 感谢光临 采燕鱼师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